涮火锅的时候 你会不会把电盘子的生菜涮进去吃 生菜原产在欧洲 晚清的时期才引入中国 早些时候只在东南沙海大城市才吃得到 真正让全国人民认识生菜的 其实多亏了汉堡 一下子这种可以生吃的菜 变得相当高端洋气 鸡蛋灌的银不加点生菜 都不好意思涨价了 生吃的菜这么多 怎么让这小子叫了生菜的名字 生菜确实更适合生吃 它属于夜用蜗菊 里面其实含有一种微微有毒的物质 蜗菊素 当然这种毒只能用来读一读 想要占便宜的小虫子和小细菌 生菜有一个表哥 在国外人们都叫它罗马生菜 英文名字Romaine Roy的after me 油麦 于是它的中文名字就成了油麦菜 你以为油麦菜富含什么油脂 和麦子还有什么亲戚关系吗 其实都是塑料英语惹的货呀 我是古白师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 这是真是太咬了 你为了油麦菜花 这种东西多菠西 嫌子 这种东西里的头 一点点 我会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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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的